你最后一句发给她是说什么啊 为什么不理我 再上一句呢 哈罗你在干嘛 我不是已读不回 我是已经用意念回复了 哈罗大家好 这是GIMI你的网路 闺蜜 自从有了LINE以后 已读不回就开始变成令人闻风丧胆的四个字 有多闻风丧胆呢 大概就排在先煎后煞 跟逼良为常后面而已 那么到底是哪四种男生 最容易让女生已读不回呢 1. 啰嗦外婆行 诶 那天认识的男生他有在找你吗 别提了 他就是个阿嬷 阿嬷 嗯 早上9点 早安 起船了吗 早上10点 吃早餐了吗 早上11点 天气冷了 多餐一点哦 中午12点 准备吃午饭了吗 阿嬷 阿嬷型的男生 偶尔来点恰到好处的关心就好 太多的话容易让别人不知所措哦 2. 说教老爸型 诶 我跟你说 你还记得我那天带去吃饭的那个男生吗 嗯 那个金帽新贵 他怎么了 我真的快被他气死了耶 就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不是跟我姐妹去夜店生日趴吗 你看他传什么给我 他应该是想表达他的关心啦 无聊 我爸都不管我了 说教老爸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换个说法 就能够从说教老爸变成撒娇逗趣老爸哦 3. 黏人姑娘型 喂 怎么了 喂 宝比 你可以帮我问问Skeemmy 他为什么都不回我吗 你最后一句发给他是说什么 为什么不理我 再上一句呢 哈罗 你在干嘛 Skeemmy的影片 你都没有看吗 傻逼 少年 我明白你很喜欢他 如果喜欢他的话 就用不腻歪的方式对待他 好吗 4. 自我中心性 欸 Henry在揪明晚唱歌耶 要不要来 不要 不想看到他 蛤 怎么了 他之前不是还买礼物送你 前几天聊崩啦 他超难沟通的 聊崩了 怎么说 你自己看 自我中心型的男生 不是很爱嫌弃别人 就是只顾子讲自己的事 其实可以试试看 多抛话题 多做求给女生 让女生有机会 可以跟你分享他们的人生哦 当然了 有四种容易让女生 已读不回的男生 就一定也有很多种 让男生嫌烦的女生 其实呢 要两性这条路 果然还是要靠着 彼此的反思以及体谅 才能够越走越顺哦 好